这是江湖上最安全的地方 只要你能活着来到和平饭店 不管你曾经犯了多大的罪 做了天大的事 黑白两道就没人敢动你 因为和平饭店的主人叫杀人王 电影一开始 一个气宝女人疯狂逃命 后面追她的马匪不计其数 女人和她们似乎有着大仇 追上就要被千刀万剐 然而当女人跑进了一个名叫和平饭店的地方 后面的马匪立马停在了门口的那把刀前 仿佛前方就是地狱 这是因为江湖上流传这一个规矩 不管你做过什么事犯了多大的罪 只要活着来到和平饭店 黑白两道就没人再敢动你 而和平饭店也保证 不会过问任何江湖恩怨 不会替人出头 不会保人离开 多年以来都没人敢破 因为和平饭店的主人叫杀人王 那是十年前的一个雨夜 一夜之间 一支最庞大最凶狠的帮派 全部被杀 而杀他们的人却是他们的老大杀人王 帮派的几个元老看不惯杀人王的作风 要除掉他 杀人王武功盖世 一手快刀无人能比 片刻间帮派内尸横遍野 杀人王一口气杀了两百人 他已经杀疯了 如同死身一样追着最后一个小弟 小弟吓得屁滚尿流大叫着不要杀我 杀人王没有手下留情 干净利落的砍下他一只耳朵 正要下死手时看到了窗外的鸽子 他眼中的杀气被代表和平的鸽子抹去 杀人王饶了这个小弟 他杀人是为了自己的女人 女人已经倒在了地上 只留下一个戴口红的杯子和一枚戒指 那天晚上之后 杀人王化地为戒 插刀为妓开了一家和平饭店 回到现在 旗袍女人走进了和平饭店 饭店的人对于亡命之徒已经见怪不怪了 她们当年也都是刀尖上舔血之人 旗袍女人摘下手中的戒指 让掌柜给她开一间房间 然而掌柜就一眼认出这枚戒是假货 敢在和平饭店坑蒙拐骗真的不想活了 旗袍女人面色淡然 让她们把这枚戒指去拿给她们的老板看 饭店瞬间鸦雀无声 她们都听闻 杀人王当年一口气杀了两百人 就是为了一个女人 旗袍女人也说杀人王是她的老公 饭店内的人立马都去讨好她 这一幕很有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那个感觉 但这部电影要比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早五年 旗袍女人一边走着一边讲杀人王当年辜负自己的故事 最后走进了杀人王的房间 饭店内的人信以为真 请求旗袍女子再给老板一次机会 而老板现在正在外面买菜呢 因为进入和平饭店的人都不能出去 就和进了监牢一样 这也算是惩罚他们 这也是江湖上的帮派没有打破规矩的主要原因 但是在和平饭店每天只需要四块钱 管吃还管住每天都不用工作 这种另类惩罚四舅也心动啊 老板回来后众人告诉她老板娘回来了 老板是一脸懵 来到房间后旗袍女子正在洗澡 看到老板过来她也一点反应也没有 因为她说的话全是假话 她根本不知道杀人王长什么样子 老板看了一眼她穿的鞋子和衣服 没有赶她走 留下几块大洋就离开了 老板一人坐在屋顶 在旁边点了几个烟 她又想起了当年的事情 旗袍女子还在伪装老板娘的身份 饭店的人为她端茶送水 洗衣做饭 过得真是潇洒 老板这时过来了 旗袍女子竟要将房间偷的东西卖给她 可她连打开都不会 老板小心翼翼地陪着她演戏 但看到自己女朋友曾经留下的那枚戒指 老板是真的生气了 旗袍女人这才知道 眼前的男子就是老板 老板让她把东西都拿上去 女人将老板的衣服给脱掉 又换上了自己的旗袍 老板一眼就看穿了 女人是百乐门的小姐 她不是真的走投无路 老板让她将行李收拾一下 明天就回家去 结果女人堵了一晚上 输了不少的钱 大家还当她是老板娘 不敢发脾气 这时地动山摇 和平饭店的外面 来了一群马匪 他们是近几年 赤利起的最快的驾驶堂 老板这才知道 女人不简单 让她把干的事情交代清楚 女人说自己只不过 是捅了小喽啰的屁股几下 老板根本不信 拉着她来到了门口 外面马匪大叫着 邵小曼 你杀了我们二当家 快给我出来 女子还在狡验 老板将她推出了门外 女子这下只好交代事情 自己确实捅了二当家 但她根本没死 老板听后 一个人走出了门外 凶狠的马匪看到她 也吓得只能后退 她身上的消杀之气 将马匹都给惊着了 三当家告诉老板 邵小曼将他们二当家给杀了 还偷走了帮派中的金条 老板来到二当家的尸体面前 摸了摸她身上的伤口 就明白了一切 她对着众人说 只要她在和平饭店 我就要保护她 如果你们要破规矩 我可以再给你们杀一次 大当家的左膀右臂不服 冲了上去 大当家刀光一闪 此人就躺在了地上 作为本地最大的帮派之一 大当家深知 这个规矩不能塌陷破 大当家放下一句狠话 21日内 如果我杀不了那个女人 我就把我的驾驶堂散了 说完就在门口扎起了营 老板进屋后 让大家去搜邵小曼的房间 并且拆穿了她的身份 大家知道她不是老板娘后 便让她还钱 邵小曼一下子 从老板娘变成了佣人 可她完全都不想干活 就是摆烂 一水三用 洗完脚后用来洗碗 洗过碗后用来做饭 饭店的住客找到老板 想让她把邵小曼给交出来 老板一句话 让他们哑口无言 明天你的手交来 我也交你出去 邵小曼用脏水做的饭 可想而知有多难吃 大家直接吐了出来 她这样做的目的就是 要让老板将她送走 老板不肯 这样就破了和平饭店的规矩 邵小曼一看这样不行 又用起了苦肉计 但是每一招都会被老板给拆穿 并且给她一个大耳光 但邵小曼死也不放弃 她再次来到马棚找到老板 老板对她也没耐心了 每个来和平饭店的人都不怕死 但我从没见过一个人怕死 怕得像你这样难看 邵小曼只好用出最致命的一招 美人计 对老板投怀送抱 这样子哪个男人可以受得了呀 但老板就忍住了 一把将她推开 邵小曼也崩溃了 他根本没有杀人 那些马匪真正的目的是 对付和平饭店 老板让他不要把自己撇得那么干净 如果你只是一张白纸的话 就不会逃到和平饭店来了 邵小曼还是不相信老板可以保护她 老板生气的向他怒吼道 你不相信我的话你就出去送死 邵小曼喝下一杯酒后就冲了出去 马匪看到邵小曼走出了和平饭店的界线后 就对着他拳打脚踢 拳头如冰雹般狂砸在他的身上 眼看邵小曼要被打死 老板待在原地左右徘徊 他也知道这些马匪针对的就是和平饭店 自己不能出手 但为了这个女人他终究没有忍住 老板动了 他的动作真是快的让人看不清 仅凭一只火把就将眼前的马匪杀得溃过成军 大当家没有动 在远处看着老板又加了一条规矩 以后有谁敢在和平饭店 以及在驿站出手杀人 我一定杀了他 还有他带来的人 主使他的人 就像十年前那个晚上一样 大当家恶狠狠的盯着老板 却没有动手 老板将邵小曼带为了房间 可不管怎么做人工呼吸 他都毫无反应 饭店的人告诉老板 他已经死了 老板不相信 十年前 他的女人就是这样死在了他的面前 如今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老板看到了他戴着口红的酒杯 一下子想到了什么 开始猛打他的嘴巴 女人叫了一声 老板将他嘴里的胡给拿了出来 然后对着他做人工呼吸 女人醒了过来 第二天 众人发现那些麻匪已经走了 他们一起跑到外面庆祝 好不欢乐呀 邵小曼醒来后 感觉无言面对老板 老板却对他说 我常常劝这里的人 要好好改掉从前的坏脾气 好好做人 可我自己却改不掉我的坏毛病 我也要学会重新做人 老板给邵小曼讲了一下自己以前的故事 我的老爸是一个军阀 有四个老婆 从小就抓着我的手拿枪杀人 老爸还教我说 如果你杀一两个人就是杀人凶手 是坏人 如果你杀了上千乃至上万人的时候 你就是英雄 人上人 我当时还小 我信了老爸的话 但在我十二岁那一年 他打了败仗死在了战场上 我当时什么也没有到处留了 有一天我来到一个村子 又饿又病 在田里偷了人家一个番薯吃 人家就快要把我弄死 快要断气之前 我用竹签将他给捅死 后来六个大汉拿着铁铲对着我毒打 最后我将他们全给杀掉 你知不知道 当时的村民怎么对待我这个杀了七个男人的小孩 我在村里留了十天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他们不敢哼一句话 在我离开之前 村子中有几个比我大的孩子要跟着我 那时我深信老爸的话是对的 我就占山为王 带着他们一步步杀到了当时最大的帮派 直到十年前那个晚上 其实你有很多地方和我的女朋友很像 抽烟喝酒烂毒 不过 当他上台唱歌的时候 正是没话说 迷死人了 饭店的人看到老板竟为了一个女人得罪当地最大的帮派 便纷纷都要离开 老板看着他们走了觉得大事不妙 他们一走外面的人就知道和平饭店不和 这个规矩立马就没人遵循了 果然那帮马匪还没走 将走的人给做掉了 老板十分的失望 为了安慰老板 邵小曼给他唱起了歌 这一刻真的迷死人了 老板仿佛看到了以前的女朋友 两人竟是那么的相似 后来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好 真的如同情侣一样 众人让两人合跳一曲 这时那帮马匪又回来了 饭店的人顿时慌了起来 一个瞎子对大家说 怕什么怕 恶人最多的地方就是我们和平饭店 奏乐 马匪们每个人手中都拿着枪 枪声威吓着和平饭店每一个人 老板起码要将邵小曼给送走 大当家没有紧追 他知道老板一定会回和平饭店的 老板让邵小曼回去 以后再也不要回来 邵小曼想让他和自己一起走 但为了饭店的人 老板也走不得 两人吻别 两人对望 这个镜头真是经典呢 大当家看到老板回来 恶狠狠给了他一拳 老板没有还手 今天是他破了和平饭店的规矩 就让大当家打他一顿 拿回他们帮派的面子 大当家猙獰一笑 他对老板说 你错了 那个女人真的杀了我的兄弟 而且偷走了我的金条 而他不叫邵小曼 他叫兰玲 是个戏子 是我盯满的女人 我早就抓到他了 故意放他一条生路 送他来和平饭店 让他勾引你 让你犯法 送他离开 原来大当家就是十年前 老板唯一放过的小弟 他这样做是为了复仇 你爱他送走他是对的 如果他不能骗你送他离开 我就会杀了他 大当家也告诉了老板事情的真相 十年前是他的老婆跟结拜兄弟 和谋设局来杀他的 老板没说什么 走向和平饭店 大当家威胁和平饭店里的人 谁不想死 就在天黑前滚出来 不然等太阳一下山 我就血洗和平饭店 众人听到这句话心都晃了 他们责怪老板为什么要把那个女人送走 现在人家要把我们全都杀光 你为了救一个女人 就要我们所有人都去送死 饭店的众人对老板的行为很不理解 此刻所有人都没有一个瞎子明示 没有老板 没有他开的和平饭店 我们每一个人早都已经死掉了 众人根本不听和瞎子扭打在一起 老板让他们不要再吵了 他让大家再信他一次 只要留在和平饭店 我们就能度过这一关 老板将邵小曼送了出去 已经破了规矩 没人愿意再信他了 纷纷都离开了饭店 哎 他们过惯了安定的生活 已经忘了 没有老板 他们早就被人给杀了 饭店就剩下了老板一人 他无助的看着房顶 大当家对于这种背信弃义之人 很是看不起 要开枪杀了他们 这时邵小曼却回来了 他看清了大当家的薄情寡幸 看清了谁才是真正的男子汉 看清了谁才是真正的对他好 老板看到邵小曼回来了 十分的激动 两人相拥在一起 大当家站起开了一枪 地上的那把军刀被拔了出来 插流沙脚锋 搜 游蛇甩尾 哇 手起刀落 血光冲天 曾经的那个杀人王又回来了 一阵厮杀声过后 瞬间失衡遍野 和平饭店四个大字都被染红了 杀人王接着杀向大当家 刀光剑影 两个人的刀法真是太快了 旁人根本都看不清动作 只能听到两把刀撞在一起的声音 两人从屋内打到屋外 大当家终究不敌杀人王 在这个屋里 他又想起了十年前 大当家如同死神一样 一步步追着他 吓得拼命向楼上跑去 这次杀人王没有手软 手起刀落将他一击毙命 但他因为开始那一枪流血过多 倒在了地上 邵小曼疯了似的对他做人工呼吸 大叫着让他醒一醒 邵小曼将屋里的戒指拿走 带着昏迷的杀人王离开了这里 没了杀人王的和平饭店 已经再也不是和平饭店了 而那些大难临头出卖饭店的人 也只能各奔东西 但不过他们躲在什么地方 最后也都被抽价给杀了 和平饭店由韦家辉指导 周润发夜童吴倩怜主演 这部电影可以说是 发歌最后一部港产片了 1995年周润发拍完这部戏后 就去好莱坞发展 2006年回内地出演满城近代黄金甲 作为离开香港的最后一部片 发歌做了不一样的突破 在大家的印象中 发歌都是拿双枪的 英雄本色中的小马哥让人印象深刻 这一次发歌拿起了刀 就此拍出一部港式的西部片 同样这也是韦家辉的处女作电影 之后1996年 与杜琪峰创建银河印象 所以这部电影也很有银河印象的风格 了解了电影的背后故事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电影吧 故事是发生在旧上海 杀人王是当时最大的帮派 但他的妻子背叛了他 和结拜兄弟要设局除掉他 杀人王识破之后暴怒 杀性大发 杀妻杀凶 不管其他帮派手下有没有错 将200多手下全部杀光 可因为鸽子的眼神 那眼神极之纯净又极之祥和 这一眼折服了他 杀人王放下屠刀抽身离去 他厌倦了打打杀杀的日子 画地为界开了一间和平饭店 十年后一个叫邵小曼的女子来到了这里 这个女人和杀人王的妻子太像了 抽烟喝酒烂赌 喝酒时喜欢留下红唇饮 就连她们唱歌时的自信和风情万种 都那么的相似 杀人王爱上了这个女人 叶童唱的那首歌名叫《完全阴你》 歌手彭琳 这首《完全阴你》也获得1996年金像奖 最佳原创电影歌曲 但邵小曼是携带阴谋而来 他受到当年那个小弟 也就是驾驶堂大当家的威胁 要让杀人王破坏规矩送他离开 但最后他入戏太深 真的爱上了这个大魔头 杀人王为了让邵小曼活下去 自己破了十年来的规矩 亲自将他给送走 大难临头之时 杀人王恳请饭店中一度受他庇护的房客 共同抗敌 谁知房客纷纷做鸟兽散 在所有人离开杀人王时 他策马奔回 杀人王说过要保护他 他拔出十中军刀大开杀戒 那些土匪全部被他杀光 但因为那一枪 杀人王倒下 邵小曼发了疯似的对他做着人工呼吸 疯狂扇他耳光 要将他打醒 奇迹没有发生 江湖已死 和平饭店的消失已成定局 那些背叛和平饭店的人 也遭到了应有的惩罚 电影中有三个瞎子值得注意 他们三个代表了人们的道德底线 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人心究竟可以做到哪一步 所有房客不理解 杀人王送走邵小曼的行为 他们责骂 怪罪 只有这三人理解他 没有杀人王 没有和平饭店 他们早就死了 可到最后大家都离开时 他们也有了要走的想法 尽管杀人王苦苦哀求 之前他们不走 是因为大家都才在 可以和马匪有一战之力 但现在就走了 他们也不信杀人王 一人就能抵抗马匪大军 瞎子们最终还是离开了 尽管他们是最后离开的 是啊 在这乱世之中 根本无人可拥有 道德上的优越感 就算你救了他们的性命 还管吃管住 只是给他们要一天四块的房钱 但你的好 他们都觉得应该 觉得本该如此 最后他们只知道 我给房租了 我想离开就离开 这个世上 永远不可能存在这样的饭店 这样的饭店 也是不能存在的 和平饭店 绝对是一部经典之作 虽然不是改编古老的电影 但看电影的时候 总感觉 电影的故事 很有古龙的风格 可能是因为和平饭店的设定 和圆月弯道里的忘忧讨 有点相似 也有点像绝带双交的恶人骨 导演韦家辉 绝对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 杜西风之所以有那么多优秀的片子 和韦家辉的剧本分不开 现在再来看这部和平饭店 它已不能不成为一个符号 一个终结香港英雄电影黄金时代的符号 山人王血染和平饭店 英雄死了 和平饭店倒塌 周润发离开香港去好莱坞发展 香港电影也就此落寞 那么你最喜欢哪部香港电影呢 欢迎打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 好了今天的电影介绍就到这里了 求求大伙点个关注吧 你们的点赞是我们最大的坚持 孟德斯就天天见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